记者汤世明彰化报道,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视察赤资102亿元建设的彰化市污水下水道工程进度时,除了勉励彰化县政府执政团队及业者建构安全及永续发展的水资源在利用环境,也对于县长为民谷与各界共同争取支持彰化市污水下水道这项看不到的建设予以肯定。 未来彰化县路港汉美园林的经费争取,新政院除了大力支持,只要符合条件彰化县提多少计划,新政院就支持多少计划。 魏民谷在简报时表示,目前建府正办理第一期下水道工程截至目前实际进度近44%超前11%。 在品质及交通兼顾下官网工程以109年7月提前完工为目标,并与水资源回收中心第一期建设完成后配合用户接管工程,届时可立即使水资源回收中心运转。 赖清德致辞表示,污水下水道是现代都市代表性的建设,这也是政治家的良心。 做这项建设彰化县明不一定看得到,前瞻基础建设其中一项就是水环境,水环境就是治水,进水,清水。 魏民谷提出许多治水计划,中央都会支持治水之后就会进水,环境变好之后变清水。 他,赖清德说,这次来彰化就是要落实在英文总统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与长照二。 零两大重大政策,彰化县执行得很好,他回去之后会向总统报告,行政院出了。 彰化市铁路高架化台76线延伸线等重大建设,建府和江镇市公所提出的计划,行政院也会列案追踪支持。